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张照片是在室内模拟飞行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 接下来就变成了一个无人机在空中飞 你看看这就是蒙太奇 前一张照片是个遥控器 后一张照片是个无人机 这两张照片说白了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它拼在一起立马就变成了 怎么着就变成了他在遥控无人机 这是他亲自在遥控无人机学习飞行 然后就把无人机折叠并且收回教室里面来 最后一张照片的收尾是教练 这个老师正在看我给他拍摄照片 你看到那个iPad里面放的是你们看过的那张照片 莉莉也非常开心在这笑 所以这个笑容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过程 又是会比较开心的了 她的生活也比较丰富 现在我们就去了超市选购厚衣服 并且把它打包进箱子里面 去哪呢 我们再看看她的房子 墙上贴着两张世界地图 乱糟糟的收拾的 什么东西都开始往箱子里面开始放 在接下来 这个开始发短信 查这个时间 这个画面的对焦又是在两张地图上 还有桌上的那个地球衣 这是代表的她要出去旅行 背上了包 这是在什么位置 这是在那个右边 禁止托运看见吗 右上角禁止托运 这是在这个托运的那个办理登机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不许拍照的 我拍照照片以后 工作人员立马制止了我 但是既然已经拍了呢 他说这个地方不让拍照 那我就说知道对不起 就可以了 因为我确实也忘了这个地方是不让拍照的 所以大家也吸取经验 经验 就是在这个过 办这个登机手续 托运 过安检 以及这个什么海关的时候 都是不让拍照的 哪个国家都一样 特别是不要在那些本来过海关就很严格的 什么国家 什么美国什么之类的 拍照片 那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 不要引起这个不必要的一个麻烦 但是这张照片还好 放到这里还算比较恰当 就正在托运 托运完以后干什么呢 托运完以后 哪本护照 有很多人都喜欢去拍摄这个护照和登机牌 然后来表示自己即将开始旅行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因为上面有很多隐私 所以呢 我们正确的做法 不是拍那些信息页 而是呢 去拍一个不带信息的页面 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 登机牌也被遮挡了 然后护照也被遮挡了 这样的话呢 就不容易泄露隐私 那 这时表示他即将要出国 他很开心的跟所有的朋友们告别 然后 他就来到了南极 这两张照片之间呢 他是 看似好像省略了很多东西 包括他登机转机 坐飞机过程 还有他那个什么 就是坐船的过程 等等等等 坐大巴的过程 都省略了 但实际上的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章节 我们在展览的时候呢 他是分两个完全不同章节 这个这个 来来展示的 那所以 就是如果布置恰当的话 它里边不会出现太脱节的感觉 因为你前面教他要去旅行 下面紧接的教他去了哪 这其实也是比较两贯的 这个画面呢 又是一个空镜 是我们做的那艘 Plancius号和上面的 大三角的这一个 大冰川的 一个 镜头 那 莉莉在哪呢 莉莉在船头 她就很开心的笑 穿着短裙去南极 这实际上是在 反程的过程中 拍摄的画面 但是放到这里呢 表示我们去的时候 是非常兴奋的 她是坚持一定要在南极领域内 穿一次裙子 那么这里呢 又再次展示了 我们在照片拼接过程中 可能会颠倒顺序 来排列照片 来讲述一个 真实的故事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给她透露一个小背景 这个莉莉其实全程 被我拍的都有点不爽 因为她觉得 我一直拍一些 比较压抑的画面 她说你也理解的 每个女孩都希望 自己照片永远是美美的 我说我当然理解了 那最后我在反程过程中呢 她坚持一定要穿短裙去拍照 然后我就给她拍的 这样的一些照片呢 穿了这个黑裙子的一些照片 都是那种美美的 很文艺范儿的感觉 那么到这个时候 莉莉才真正开心起来 她看完这种照片以后 终于是长叹一口气 然后跟我说叶子 直到我看到这些照片 我才终于爽了 我才终于是释然了 你终于给我拍了一些漂亮的照片 拍了我好几个月了 到现在我才终于看到 我觉得真正是 就是我自己很美的那些照片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拍女性的时候呢 她确实需要美的照片 你也可以 其实也可以刷在手的 帮她拍一点漂亮的照片 我想也不必那么固执 那么坚持 只不过那些照片可能编排 不及你整组 即时摄影里面来 这里可能还有 其他另外一个问题 有人想问 即时摄影就一定要是 那个扩大求生的样子吗 那不一定 我的下一组作品 就不是什么 很能扩大求生的作品 但是呢 如果你的一组即时摄影 都只在描述开心和快乐 我想这也不是真实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你的生活 真的是只有开心和快乐的吗 不可能的 你真的没有烦恼的时候吗 你又不是圣人 是吧 完全这个刀枪不入 从来不会被别人激怒 从来不会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所以呢 即时摄影不是一定要去描述 扩大求生的事情 是他不忌讳去描述 不开心的时刻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事情 因为我在其他课里面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快速的过一遍 如果你们想了解详情的 可以去我们的 网易云课堂里面 去找旅行摄影评篇会里 关于南极的那一课 里面有很多很详细的内容 那我在这里 只是快速给大家翻一遍 有鸟在这个 崩裂的大冰川的 这个横界面上飞行 并且它飞到了空中 落地以后 它是舒展双臂 双翅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块的富兵 从船的过远处划过 船员们开始走上船头 准备拍照 而且那个 叫什么探险队员呢 在这里扯着嗓子 跟大家讲解如何逃生 这是莉莉的室友 露露 她正在全副武装 戴上口罩准备出门 莉莉呢 也是准备好了 正在走出船舱 从我的侧面走出去 这都是大量的 跟莉莉无关的 好像是无关的画面 是吧 是她看到的画面 实际上是低人身视角的画面 她走上这个悬梯 发现 原来探险队员已经把船放了下来 探险队员把船开到大平船前面 右下角是探险队员的 那个冲锋艇 我们将坐这个冲锋艇呢 到达那个南极大陆 现在他们呢 登上了大陆 并且插上了红旗 这些小红旗表示的是 我们的安全的活动范围 没有兵器 不容易坠入兵器的这个活动范围 以及呢 我们看到了漂亮的企鹅 这个时候呢 鸟就飞过来了 这几张照片 请大家注意啊 以下几张照片是一组列 完全是连贯的画面 一个大鸟飞过来 飞向了十字架 十字架底下呢 有小的企鹅 然后企鹅被吃成了 企鹅的海骨 然后一只大企鹅 一直就站在它的这个地方 守着它 这是一个特别悲凉的画面 那个企鹅站在这 守了它很久很久 我也在那看了很久很久 我估计我至少看了 十五分钟以上 在那个大 这个雪地里面 非常冷的时候 然后它就一直一动不动 直到后来我 拍到了山顶 然后我下来 反图几个小时以后 它还站在这个地方 看着它 真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画面 那这个海骨已经只剩下骨头和鸟嘴和这个羽毛了 最后呢 大鸟飞走以后 留下了一根羽毛 这个羽毛 呈现出一个跟我们经验 很不一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一直在往雪地下沉 为什么这么重呢 其实是它吸热 是吧 它就是黑色的吸热 所以它一直往雪地下沉过去 我们这个大鸟 最后呢 就坚毅的 我假设它 离开了这个地方 然后给了我们 留了一个背影 并且最终回到了队伍中去 在它的大冰川前 助力不动 回到了队伍 所以这几张照片呢 请注意 每一张照片之间都没有关联 明白吗 每一张照片之间 都是在不同的时间 在南京大陆的不同地方 拍摄的 所以当它们串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连贯的故事 实际上这里面 只有哪个故事是真的呢 就是那只企鹅被吃了 被吃的呢 被贼鸥吃的 这个故事是真的 但是前面那只鸟不是贼鸥 到了中间那只贼鸥 不是吃它的那只贼鸥 那个十字架的地方 跟那个最后海骨的地方 也不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它们串在一起 却毫无违和感 所以我们确实在讲述真实的故事 我们在补全 我所没有拍到的 那个故事的 其他的一些细节 但是我们用的是 别的地方所拍摄的画面 所以即使摄影在拍摄时呢 是比较随机的 拍摄的过程中是比较随机的 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可能都在拍 但最后 我们会巧妙地 把它编排在一起 编排成一个连贯故事 有的人呢 就老是想问这个问题 然后就说老师 我们拍的时候 就已经把故事编好了 还是说 回来再编这个故事 都不是 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了故事 我们随机地进行拍摄 我们大量的拍摄之后 用其中的某一些片段 来讲述了我们所见证的 那个真实的故事 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在见证 生与死的离别以后 这个天气就突然发生了变化 云降得很低 开始有暴风雪 我的镜头开始结冰 注意这三张照片的排列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张 是我抠掉我镜头上的冰以后 见到我对面的 莉莉的室友 Lulu 她的一个镜头 一个画面 眼睛已经被遮住了 没有手 没有力气去把它 俯开这个帽子 就是急切地盼望着 早一点回到母舰 能够回到母舰 那第二个画面 是她看到的 我们的冲锋艇 这个晃晃悠悠的 小船的前方的一个样子 是有很多的雪 落在冲锋艇上 远处模模糊糊的 有Plancess Hall 再接下来呢 是往后退往后退 镜头拉远拉远拉远 突然到了空中 看到的这个小冲锋艇 正奔向Plancess 而这三个画面 是非常连贯的 第一个是人脸特写 第二个是她看到的画面 第三个是同样的视角 同样的这个角度 测远以后看到了圈景 那么第三个照片 它怎么拍出来的呢 也给大家透一个底 很有意思 其实这不是我 刚才拍的那艘船 我们一共有两艘船 这个接着我们从大陆回去 这个Plancess 因为前天晚上是在南极露营 而且露营的过程中呢 第一是下了大雪 第二是我们没有帐篷 我们就是躺在冰面上露的营 就是那个超市里面 躺一排小鱼 躺在那个冰面上一样一样的 一个小缓坡上 头条上 脚超下的躺一溜 这个十几个人 所以那天晚上呢 其实是非常难熬的 熬过来以后 回去是非常急迫的一个心情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跟莉莉和露露说了一声 我说我们做第二艘船 当时你知道吗 在那种特别艰苦的环境下 我们说话都变得特别简洁 我一说他们也不会问为什么 肯定知道是为了摄影的原因 大家都点头 表示同意 我们做第二艘船 不做第一艘船 所以你们现在见到的这个画面 实际上是第一艘冲锋艇 载着一部分这个团员 回Plancess号的这个过程 我们实际上还在那岸上 我站的是个大礁石上面 所以我看我前拍的这个画面 像是这个无人机俯拍的一样 从空中鸟看 这个冲锋艇回到舰船的这个过程 那么第一张和第二张片 是我们已经坐上第二艘船以后 拍摄的画面 所以这三张照片顺序颠倒 连贯播放 最后你会感觉到 有一种电影感 从近到远 它会有这么一个镜头 从特写到全景的一个过渡过程 照片的编排 就是这么巧妙 如果你们想学照片的编排的话 想学猛台戏的话 第一可以去学我们的这个 新媒体视频导演 微专页里边的猛台戏的那个部分 第二可以大量的观赏电影 不要看情节 别看那故事好吗 你们看电影 总是投入到故事里面 跳出来 看看它的镜头与镜头之间 是怎么剪接的 整个画面和画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会对我们即时摄影的编排 有大量的帮助 大家一定要信我的 方法交给你们了 具体的需要你们去试仓 那么接下来讲诈片 是冲锋艇 又回到了母舰的旁边 你可以看到 还是那个冲锋艇的 那个船头的情况 探险队员准备 要接应我们冲锋艇 把它给绑在大船上 我们就可以回到船上 第一件事情 船员累了要死 那先抽根烟 莉莉挂着相机 从我面前走过 走到哪呢 走到这个船舱的旁边 在进船舱之前 先用高蒙三甲泡脚 泡那个鞋子去消毒 然后回到船舱里面 洗澡 洗澡之前 他跟我说 叶子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那个时候我还没洗 我匆匆忙忙的 放了东西 换了衣服 换成干衣服 赶紧就跑到他的船舱里面去 正好能赶上他洗澡 结果他洗澡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我要洗澡了 我就跟他说 我能不能不回避 反正你洗澡的房间 是全封闭的 我啥也看不见 你就带着衣服进去 然后我跟他解释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一会儿出来 我肯定要拍一些照片 当时他就有点不乐意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要不还是先回去 我洗澡时间比较长 他说你洗好了 我们就用船舱的电话 打电话给你 让你下来 我说你千万别吹头发什么的 你留个拍摄机会给我 他说行 我一出来立马给你打电话 所以等于是他出了以后 我赶紧就跑过来 拍到了下一张画面 这张画面是我目前为止 拍莉莉照片里面 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是一个吹头发的样子 那么因为他之前 已经有梳头发那张 我就很喜欢了 我预感他只要吹头发 应该会非常的震撼 那个画面 但是我又不能再 从同样的视角去拍摄了 但他左边右边拍 也就无非如此 因为光线是从 现在我们画面的左边来的 所以我只能在那右边拍 但我在那右边拍 逆光的关于头发画面 其实我那个梳头的 已经拍过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我要躺在地上拍摄 这个时候我人是躺在地上的 我的相机 这个是放在地上 仰头在拍摄 我没有办法看到 我相机的构图 我基本上是 拆着进行盲拍的拍摄 因为我想把相机 尽可能放得更低一点 他个头也不算特别的高 如果我是先躺在地上 把相机放到我的脸上 再来拍的话 相机可能就离他的头发太近了 所以相机是直接放到地上 来盲拍 每当他的头发被吹起的时候 我就开始连拍 头发没吹起来了 他就梳头发了 在打理 在用手去弄头发的时候 我就没有拍摄 这个时候 有两个技巧告诉大家 第一 是我们在不可预测的 随机发生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动用连拍 越快越好 我用的是每秒11张的连拍过程 第二个问题 是即使是连拍 我们也不会一直这么拍下去 因为那样的话 我们后期选照片会特别复杂 我虽然是连拍 但是在我觉得 不会出精彩镜头的那么几秒钟之内 我是没有连拍的 我会给时间 让相机把那个连拍完的照片 存到卡里面去 你要有意识的去停顿 而不是一直连拍下去 像录像那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终于拍到了一张 这个非常漂亮的 霸气的 像戴的高帽子一般的 这种吹头发的画面 而且光也非常合适 刚好打开的鼻子 嘴巴上有一点光 背景也能看出来是个船舱 因为有个船舱的喇叭 那个喇叭的天上就叫我们说 哎呀 那个是吧 Morning 然后会给你报今天的天气气温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登陆 在哪个位置等等之类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回忆 然后还有一点点那个窗户的 右上角 关于窗户的一点点的那个小角落 基本上还能看出来是个船舱 叫他一点点环境 那我们在南极大陆的登陆呢 是不只是一次 所以我们又再次的登陆 就是离开旋梯 然后往回看了一眼 然后我们又离开了Penters House 这时候天气呢 就比较好了 经过这个压抑的画面以后 现在又变得 稍微的明朗了一些 德欧虽然过来了 但是这一次呢 没有那么惨 是吧 他只是过来了而已 那企鹅们呢 排出可爱的三角形 小鸟和海豹之间的 好像有一种默契 他们好像在一起听音乐会 那是太阳的感觉 而海豹和崩塌的大冰川之间呢 又有一种默契 你看这特别像刚才那只海豹的头部 那这一个大坑呢 实际上有几十米的深度 非常夸张的一个巨大的天坑 如果我们走到这种这种容易崩塌的平面上 掉下去呢 可能是没命了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场景 但是我用了这个超长焦600毫米拍摄的 所以你们现在看上去呢 它更像是一个平面的画面 把那个深度给隐藏掉了 那接下来 莉莉和另外一个人走在大冰川的最顶端 他们像小企鹅一样摆开双手 在走路 我用这张照片来引语 我们也就是大自然其中的一份子 它也希望像 莉莉也希望像鸟一样 能在这片自由的大陆上 自由的飞翔 这个下边有很多的消息 在看着我们的船 我们的船越开越近 然后呢 我们要返回母舰 这个画面里面 你能看到有小的那个登陆艇 正在划破水面 留下白色的这个弧线 正在回到Plancius号 另外一方面呢 你会看到任何一块这个 小小伏兵都比我们的这个登陆艇要大得多 那块大的伏兵 甚至比我们船都要大得多 真的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 我是在山顶上向下来拍摄的 回到母舰之后呢 又拍了另外一张我喜欢的照片 这个也跟大家特别的做一下说明 就是这实际上的是在莉莉准备回船舱的时候 我往下回我的船舱 她往上回她的船舱的时候 她在跟我讲一句话 说叶子一会儿那个怎么怎么怎么安排 然后你跟我约在那见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就突然觉得她那个逆光啊 特别的漂亮啊 我觉得这个场景特别漂亮 那为什么会漂亮呢 我给大家简单解说一下 这一个呢 是她现在我从下方上看 这样她穿很厚的衣服和冲锋裤 导致她的下半身非常庞大 就臀部非常的庞大 而身体呢 非常敦实 没有腰 几乎是没有腰 而且呢 戴着手套 手套的厚度 也能看得出来 她身上抱着一些气血 其实是相机 然后呢 头发非常的乱 这个脑袋呢 是罩在一个大罩子里面 实际上她的帽子 看上去这就很像是火星登陆啊 对不对 好像是这个太空人登陆了外星球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非常有代表性 它很像是我们当时去南极的感觉 因为去南极呢 你不会觉得你去了另外一片大陆 你只会觉得你登陆了火星 因为这里的所有的尺度 气温 气候 云 海 颜色 全部都跟你印象中的不一样的 这个动物也都是外星人一样 特别的 有的是特别的猛蠢 是吧 有的呢 又真的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 我们去南极这件事情 就不像是真的 所以在 在 这个 我看到莉莉这一幕的时候 我当时脑子里面突然就 就觉得是 我们好像去了一个 另外一个星球 而不是另外一片大陆 所以呢 我就跟 就莉莉跟我讲完了话 当时就准备走 我当时就叫住了她 我说你能不能 站在那 看着我 什么都不要做 就这个姿势 不要动 看着我 然后她就 看着我 然后我就抢拍下了这张画面 实际上她就看了一瞬间 我随便拍了两张 这张就算完成了 但是你可以想象 这个画面里面 真的是带有那一种 我想要的那种情绪 加上镜头 本身就起雾 上面有很多那个 之前的冰化成的 水滴 所以整个感觉呢 确实就是极具现场感 而且它确实就有那种 登陆外星的这种感觉 我很喜欢这样的照片 因为它代表了我们的 去南极的那种 那种整体的这种氛围 那后来 莉莉呢 翻过了生死牌 把自己的那个名牌 翻成了绿色 表示我安全 回到了船上 没有被丢在大陆 没有遭遇不测 那最后呢 我们就开始坐飞机 返回这个美国 然后从美国转机到北京 你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脚在伸蓝腰 脚在伸蓝腰 所以手指头 脚指头都是能表达情绪的 这个我在之前 人像摄影课里面 跟你们也反复的 有强调过 这是它右侧的帅哥们 的一个画面 表示我们正在坐飞机 这一张是明显能看出来 正在坐飞机 以及呢 这个 它正捂着自己的头 非常崩溃的一个样子 那这就是最后一张照片呢 是整主照片的一种结尾 莉莉当时呢 给我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说你能不能不把这张照片 作为你这个南极各展的结束 我说不可以 那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它的理由是说 我是怀着满满的正能量 是吧 回到工作中的 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 我当时就反驳他 我说真的是吗 我记得你在美国转机的时候 就接了一个电话 这是非常烦人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面 你都要为这个事情 去烦恼去操心 我记得很清楚 他当时的眼神 他就那么看着我 然后好几秒钟都没说张话来 因为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真的 他回到北京以后 立马就又回到了 那种痛苦的现实中 虽然他的生活中 依然有快乐 依然也有这个开心的时候 和他不开心的时候 交织在一起 但是我们不可能在永远 无限期的这么去描述下去 他的快乐和悲伤 或者是纠结和矛盾的交织 我们总是要需要一个结尾的 这个结尾就是 他现在要回到现实了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